晚上11點24分 歡迎您持鎖定中天新聞 現場最新消息 民進黨主席選舉今天改選 而一大早蔡英文 就回到了新北市永和來投票 前一天還在臉書上頭來PO文 呼籲改變台灣 希望黨員踴躍來參加 我們立刻連線邱聲文 帶大家來掌握 邱文請說 好 主播 觀眾 今天是民進黨黨公職選舉 那麼要參選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 一大早也在永和國小投票 還特別在游錫坤 還有羅志正的陪同之下 前往來催票 那麼很罕見的是 這一次他特別在前一天 臉書上PO文催票 也親自用七萬通的電話語音 希望黨員踴躍來參與 那麼對此他說 電話催票是一種禮貌 可是也看得出來 蔡英文相當重視這一次的選舉 但你聽一下蔡英文說法 電話催票是一種禮貌 也是一種拜託 希望我們黨員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能夠給我最多的鼓勵跟支持 有信心得票率超越上一次嗎 我們開票以後就知道了 好 那麼可以看到 蔡英文這一次是再回鍋 參加這個黨魁的選舉 其實在2008年他參選的時候 就以58.04的得票率當選 為第一次民進黨女性票選的黨主席 那麼2010年再度的當選 當時的得票率有高達9成 不過呢這一次得票率多少呢 蔡英文笑笑說可能要到 這個開票之後才能夠揭曉 不過這一次他的任務相當的繁重 當然就是因為年底的這個七合一大選 他必須扛下這個勝敗的關鍵責任 也包括呢這個台北市長的人選 包括現在初選的姚文志跟柯文哲之間呢 怎麼樣的來協調 怎麼樣的在野黨大合作呢 也都是蔡英文目前首要的任務 以上一次現場最新狀況 閒盡頭 佳蓬麗主播 好 謝謝新聞的連親報導